生活和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叫遇到气愤的顾客 保护了同事的同时 也安抚了顾客 这是在银行还是在咖啡厅 在咖啡厅里面 当时有一个新来的一个伙伴 他做的咖啡 做的不是特别的熟练 就是连着给顾客做错两三杯 所以难免人家 同一个人做错两三杯 对 他就给这个人 做错了两三次 顾客就有点着急了 就是对他就吼他了 潮汐一样你模仿 你不过上次 什么咖啡 实在对不起 耽误您时间了 给您做错了 实在是很抱歉 你不知道我时间有多紧张 对不起我的时间吗 确实是 我特别能体谅您的心情 确实是要是有人 给我做错好几次 我也难免会生气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实在是给您添太多麻烦了 我给您再去做一杯好吗 您稍等一下 实在是抱歉 那刚才那个 错的两杯怎么办 肯定是我们的 不能算您的 为什么不能算我的 您是想带走吗 是的 当然可以了 如果您要不建议的话 您就可以一起带走 不付钱是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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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满意 可以多做您两杯 都没关系 只要您别生 别太着急就行了 多做错两杯吧 做您还是一个 非常讲道理的顾客 非常讲道理 他不是一个 多么爱刁难人的人 对 对 对 但是我请想知道 当时那顾客 就吼到什么程度 就是整个 你还要出来保护活吧 很多人都在围观起来 因为他非常大声 就在那一直指着他 这样子一直吼他 那个时候一个小女生 一个女孩在里边 都快哭了 我觉得其实他生气得 很有道理 他只是说发气 发得太大了 两三次放谁 谁不乐意 谁能乐意 那你怎么做的呢 刘晓慧 我肯定首先就是把这个 他们两个人隔离开 就是不能让这个源头 一直刺激他 他看这个人 都要气死了 对吧 然后由我来面对他 就像刚才一样 就是首先要一直道歉 就是一直肯定 对方的愤怒 就是你不能跟他解释 哎呀我们这怎么怎么着 这样解释 其实特别不好 然后你真正地 接纳他的情绪之后 其实他的愤怒就消下来了 消下来之后 他可能就会给你 再捣捣两遍 捣捣两遍 他就觉得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事 也就解决了 我相对来讲 比较擅长人打药 所以我面试的工作 也是这方面的 其实我刚才 我倒有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见解 因为他遇到这个问题 包括他处理那个 咖啡做错了以后的这个事情 在我们的质量当中 我去辅导人说 我会讲一个结构化 倾听我来解释一下 所谓的结构化倾听就是 首先你看到了 你听到的是他的情绪 情绪可能就是发火了 暴跳如雷了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 你要听到他的事实 事实就是 你做了这三 两三杯咖啡你都错了 你一定要讲出 你听到了这个事实 要不然你只说你别急 我们怎么样 那个是不行的 然后第三种就是 你一定要听到 对方期待的行为 是什么样的 那你给我做错了 你给他给我赔偿 因为像这个是曹西总 刚才提出来 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 但你有可能就要 像我这样的一个泼妇 我就会说 然后你就得 你就说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 那我能不能给您 把您这个退款 然后我再给您补偿做几杯 你就能让我满意了 我是不会像曹西总这样 就给你讲出来 我要什么的 所以这个结构化的倾听 你要听到他的情绪事实 然后呢 针对性地做出 他期待的行为的解释 或者是行动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面试官每问一个问题 他背后是有考察点 大家要谨慎回答 比如说你面试的是 他想的什么销售港 是吧 那你要核心讲的是 能证明你业务能力很强的 维护客户的经典案例 如果讲到客服和售后服务里面 他要讲的什么 这个争议当中的爆发点是什么 是一个一般人难解决的点 但是你化解了 让客户满意度提升了 他如果这个例子 只是频频地讲一件事 那凸显不出来他的能力 谢谢大家